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了如果是说你想要什么造型或者怎么样的场景 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要求来去曝光 那么我们的场景预先已经搭好了 那么我们开始曝光 我们想要的效果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逆光从这边过来 也就是一个高光从我们的左上角这边往这边过来 这样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比较亮 整个背景就亮起来了 不会闷 整个图片就感觉上非常的明亮 不会感觉上很暗 没有那种立体感那种感觉 比较平 所以说我们今天主要是一个灯从这边过来 我们确定一个灯之后 那么灯光从这边过来的时候 那么这边会有阴影 所以说我们这边再补一个光 OK 我们大概的思路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 左上角这边我们打一个逆光 好 我们这个光线开到5.5 因为我们今天用的这个灯是裸灯 直接是标准的 所以说光线开小一点 那么另外一个灯光 因为我们要补光 光线从后面过来 那么我们这边要补光 所以说我们另外一个灯光 大致 我们先把大致的位置调出来 大致在这个方向 我们往后退一点 OK 好 我们先把背景打亮 我们先把背景灯 OK 我们已经打开了 5.5 OK 我们先把相机预设好 光圈13就可以了 然后呢 其他的125宽门 ISO100 其他的都不变 我们先把背景打亮 OK 我们看到背景比较亮 然后呢 我们把光圈再调小一点 16 调小一点 16就可以了 OK 我们看到还是比较亮 我们调到18 好 我们背景光差不多 我们背景光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开始把我们的一个 右边这个灯补光打上去 因为我们看到阴影比较重 我们把右边的补光打开 我们开到 6.5 好 因为我们这边刚加了油光箱 加上的话呢 它距离远一点 所以说这边的光线比较弱一点 好 我们往后退一点点 好 我们再来一张 OK 我们看到光比正常了 OK 我们看到刚才的照片 这边的光线跟两边的光线差不多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这个金属这一块 它倒影我们的空间的一些地方 然后呢 它会在上面印有很多那种黑的 或者其他的倒影整个环境的一些东西上去 这一块 然后呢 这一块也是的 倒影我们这边的东西 所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放一块油光纸 或者是说油光板 或者是反光板都可以啊 我这里的话呢 我用的比较好的就是油光板 用下来的话呢 我们直接在这里放一块油光板 同时我们不要挡到我们背面的灯光 然后呢 这边也是一样的啊 这边也是一样的这一块 因为这一块的话呢 它倒影我们的下面 这个没办法 但是这一块会倒影我们这边的光线 而且啊 这块有一块地方 是倒影我们的闪光灯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块也要放一块油光板 好了 我们开始啊 放油光板啊 首先我们把一块放到这边去啊 用来防止它照影光线 我们不要挡到后面的灯啊 这个使用的是 主要是挡我们后面的一些场景反光啊 在我们的皮带的金属扣上面 还有我们这一块啊 这一块是用来等我们这边的 产光灯的 用来油化它的光线的 好 我们再到前面去看一下啊 这一块还得往前来一点点 好 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 好 基本差不多了啊 来 我们再试拍一张 我们的其他的地方不动啊 OK 那么这个效果出来的话呢 是相当的好看的 那么我们今天拍摄的要点在哪里呢 首先我们是一块油光板 因为这块油光板 我们主要突出的是这个明亮起来 让它光线比较柔和 而且不又反我们的环境 所以说这一块起到作用的 还是这一块的油光板 然后呢 还有这边的一些光线啊 那么还有一个 营造我们整个 也是最重要的灯光 其实就是我们后面这个灯啊 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逆光 打逆光过来 那么打逆光过来的时候啊 逆光过来的时候啊 它会打到酒瓶上面 那么酒瓶大家知道啊 酒瓶的话呢 它通过里面的一些酒 然后呢 在下面有一些颜色 而且它的光线啊 是不规则的 因为很多摄影师也会用这种瓶子 空瓶子 直接就当那种挡住光 然后呢 在下面背景流下啊 很多很漂亮的勾光 跟那个阴影 非常漂亮啊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啊 然后呢 营造整个环境啊 起到关键作用 这一边的光线 我们的右边的光线 主要是起到辅光的作用啊 其实这里重点啊 还是一个后面的灯 然后呢 一块流光板 这两个啊 场景的话呢 就是说简单的搭一下 大家根据你的需求 来去搭这种场景啊 像这种的话呢 金属的话呢 像这种金属的一些产品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 流光纸或者是流光板 必须要用 如果是说你直接用光线打上去 是很难看的啊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那么接下来是如何修图啊 给大家看的 谢谢大家